你好,我是你的运营科老师Jason 本课室给你推荐两款系统性能验收工具 分别是UnixBench和FIO 系统验收和性能测试是常用于整体的业务部署前 我们需要考核性能是否达标的一个关键环节 所以我们拿到一台服务器 就需要对它的整体性能做一番了解 以便评估它是否合适部署这个服务和对应的业务 掌握本课室内容 建议你先了解Linux的一些使用基础 及操作系统的原理 通常对一个系统进行基准测试前 先了解其用途和系统本身的情况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操作系统我们本身并不陌生 在做操作系统性能测试时 需要重点关注引起变化的设置需不需要优化 如服务器的CPU功耗 相关性能管理的设置 P-State和C-State这些状态值是否都已经调到最优 尽可能地把系统的性能 CPU的性能发挥到最优 另外影响操作系统的性能参数 是否已经优化 也是需要关注的 如系统内核的一些参数 包括文件的打开句柄 网络对列的大小等等 当然对于操作系统的性能参数的具体内容 我会在稍后的一个课时给你讲解操作系统初始化 涉及的系统性能优化点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也需要了解操作系统本身的缺陷 如驱动模块 开发库缺陷 补丁等等 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我曾经给操作系统打过一个 熔断幽灵的安全补丁后 就发现此补丁 对操作系统的性能损耗很大 所以了解这些对于我们分析 结论提高操作系统的能力 是有帮助的 那这些就是我认为 你在做操作系统测试之前 需要对系统本身累积沉淀的 两个方面内容 除此就是需要了解 业务的需求情况 为什么需要呢 因为系统最终需要承载业务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了解 业务的特性什么样子的 那特性主要体现在 业务有没有高低峰期 那么它什么时候 需要承载多大的QPS 然后对于业务就要结合考虑 它的资源利用类型 是运行的内存性服务 还是计算型的服务 你需要知道 服务架构大体是什么样子的 假设不属NGX 不是需要了解 它是用于返向代理 还是用于做缓存 或者只是做一个 静态元素的web服务等等 了解业务的整体情况 就可以让我们心里 有一感秤 让测试的结果 更加有针对性 我们不只是在做执行 而是有在更高一层次的 考虑这个工作 和运维相关的性能测试 这里主要可以归纳为 四大类型 分别是业务压测 服务压测 网络压测 及系统压测 那所谓业务压测 就好比我们对一个 web服务程序 想对某一个接口 模拟海量的请求 进行压测 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 类似 AB或者是webbench 这种工具 来模拟客户端 进行请求 另外一个就是 服务压测了 比如我们可以使用 Sysbench这个工具 来压测 MySQL的相关服务指标 网络压测 这里单独列出来 是因为我们需要对 网络的带宽能力 和承受能力 来进行压测 我们可以使用 Netperf这种工具 来模拟客户端 对某一个主机 进行带宽 和网络能力 这种压测 最后 系统压测 是本课时的 一个重点介绍 一个完整的系统测试 我认为主要包含 几个组成方面 一个是测试它硬件的能力 这个物理单元 主要是由CPU 类存 磁盘 和网卡 等几个核心组件组成 其中 红色的字体 CPU 类存 磁盘 是硬件这一类里面 我们可能需要重点 关注的压测指标 因为这三者 很大程度 决定了很多服务的 承载能力 影响整体业务的性能 另外两个组成 就是为超多系统本身 及相关开发库 在系统压测的时候 其实就是对硬件 系统 开发库 这三个组成部分 分别进行测试的 接下来我们来重点 介绍系统压测 本个时要给你重点 介绍UnixBench这个工具 UnixBench是一个基于 Unix操作系统 Unix操作系统上的 基准测试工具 那什么是基准测试呢 所谓基准测试 就是给出一个 通用标准的 基准分数值 在它的基础上 对其他操作系统 进行打分 用于衡量这个操作系统 到底应该给多少分 和基准的差异 到底有多大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分数值 是高还是低呢 就好比老师给学生 进行一个考试 考试就有一个标准 大于60分是及格 大于80分 或者90分 就是优 所以这个地方 也是一个衡量的标准 这个标准 就是一个基准 UnixBench的基准分 是基于1995年 一个叫George的基准操作系统 它是一个工作站 但配置比较低 大概是128兆内存 使用Solaris操作系统 然后做了一番测试 它的压测数值 检测结果是10分 这个分数 就是一个基准的测试分数 当前我们看到 操作系统和硬件的发展 很快 在用UnixBench去压测的话 那得出的分数就会很高 我们可以拿一个分值 和它的基本分值 去做对比 这样就可以非常形象的 去做对比分析 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 横向的对比 比如说和其他操作系统 它的结果分数进行对比 那都可以参考 这个基准分数 UnixBench这个工具 需要手动下载 你可以选择在GitHub上 直接下载 安装成功后 用Run来启动 基准测试 Run命令后面呢 我们可以选择添加几个参数 -Q-V-I-C 那-Q表示不显示 整个测试过程 -V呢 则显示整个测试过程 -I 它表示执行的次数 最低三次 默认是十次 也就是我们控制 每一次基准测试的 这些测试项 应该执行多少次 那UnixBench 本身可以对 很多个测试项 来进行基准打分 总的分值 是由很多个测试项的分数 来综合得分组成 所以 每一个测试项 它测试多少次 就是由-I 加数字的方式 去控制 -C 是在多核CPU 场景下的测试指标 我们可以了解 操作系统上 多核的CPU 性能程度 比如一台机器 它是四核的CPU 这个时候 就可以设置为-C 4 也就是运行 四个UnixBench的任务 同时去执行 基准打分 这样我们就可以 更加客观地得出 在四核的CPU上 同时使用的时候 大概的一个分数 是什么样子的 以上就是安装 UnixBench以后 Rum命令 后面默认 可以加的一些参数 这是一个执行的实例 我列了一下 我们可以用 点Rum 来直接运行 结果可能需要 等一段时间 如果你不能等那么久 那么大家可以选择 在后台运行 后台运行的方式 就是在前面加一个 nohab 后面再加一个 $的符号 这样就可以把 Rum的命令方式 放在操作系统的 后台运行 对于刚刚讲到的 UnixBench 它有很多个测试项 那分别都有 哪一些测试项呢 这里我列出了 它相关的测试项 你可以看到 它每一个测试 所测试的 基准测试项 比如 它可以测试 浮点的超时率 还会测试 Excel 每秒可以执行的 系统调用 也会测试 管道直接的一个 吞吐能力 等等 对于UnixBench 在使用完以后 大概执行的结果 会是这样子的 第一列展示测试的进度 第二个呢 就是系统信息的 一个汇总 它会摘取 并且展示 操作系统当前的CPU 以及一些基础的 操作系统 性能指标 那最后一个 当然是我们 更加关注的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 也会分成两部分 如果你只启用了 单个副本来做测试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把-C设置为1 这个时候 就是做了单核的测试 如果你是做了多副本的测试 也就是 -C大于1时 它会分别展示 单副本和多个副本 分别是什么样的测试数据结果 这里再来举一个案例 假设我现在需要 对一台MD的主机 和一台 英特尔处理器的主机 来做性能上的 对比差异测试 我选择了两台机器 前提是 这两台都是有同样的配置 我们看到磁盘类型 也保持了一致 操作系统也是一致的 只是CPU的类型不一样 这种情况下 我们来对比 新的一代MD 也就是ROMA这一代CPU 和英特尔这个CPU 它的性能差异 好了 那么现在呢 就登录到了我的一台主机 这台主机上面呢 就是我接下来 所要测试的其中的一台目标系统 这台目标系统里面 我来演示一下 分别在安装 使用这个Unixbench 大概的一个情况 是什么样子的 好 大家在安装Unixbench的时候 可以选择使用 在GitHub上直接下载 并且安装 也可以呢 使用我这个脚本 我这个脚本呢 大概是这样子的 它会去进行 整个软件包的下载 安装 并且呢 最后直接去单独 执行这个ROM的命令 好 那么我用SH Insta 然后Unixbench 直接去执行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时候呢 它就开始去安装 我的基础包 安装完成以后呢 它会去下载 这个软件包 下载完成以后 它会进行一个Mac Mac完以后 我们会看到这一步 就已经开始进行 直接在前台啊 做你的个压策了 我们会看到 这里它展示的是 一个logo 一个logo下面呢 会提取输入你系统的一些信息 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测试的 这个大概的一个进度 当前测试的项的话 是第一项 第一项 然后第一项呢 它测试 目前呢 在测试了一次 两次 三次 那如果没有加 指定杠爱的话 最多是测试的是十次 我们指定杠爱的参数 就可以测试更多次数 这个呢 就是对 操作系统上面 当前使用Unixbench 但是它的一个测试的情况 由于它要测试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这里就直接给它中断了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在它整个执行完以后 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已经记录了分别在AMD的机型上 测试的一个结论和结果数值 和在英特尔机器上测试的一个数值 我先来打开一个就是AMD的CPU的这个机型 我们会看到啊 它整个测试的结果的话 会在每一项测试完成以后 分别首先列出我每一项的数值是什么样子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数值是什么样子的 以及所花费的这个时间 后面的这一段里面 会看到每一项它的基线是什么样子的 也就是它的基础线和它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那这里面就是它的这个倍数 那下面呢 这是同样在两个CPU在系统上运行两个副本 它的一个测试结果 同样是先测试每一项它的一个数值单位 所花时间 好下面呢 是它的这个基线是什么 然后呢 它的这个测试结果 对于这个测试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最像的测试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以及它基于基线 它这边的一个倍数 我们会看到比较形象的 能够展示出当前的对系统上面 它的一个测试打分的一个情况 我们同样来对比一下 AMD的这个机型啊 和英特尔的这个机型 它的一个对比差异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两个都打开 分别呢 去做一个数值上面跑分的这个结果的一个对比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分别看到两台机器的话 我们会看到综合的跑分 这个是AMD的这个跑分情况会比 英特尔的这个情况呢 CPU的情况呢 会更高一些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最新一代的ROMA的CPU呢 通过这个UNIXBench 性能跑分的情况来看 会发现新的一代ROMA AMD的CPU性能 会优于另外一款 英特尔的CPU UNIXBench测试箱里面更多关注的是计算性能 类存IO性能等相关场景 而操作系统除了需要关注这两个性能指标之外 我们还需要了解磁盘IO的处理能力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对磁盘的IO进行一个测试 磁盘IO往往也很大程度上 影响在你操作系统上的服务性能 比如MySQL等高IO的这种数据库服务 这些都是需要用到磁盘的IO能力 所以我们需要对磁盘针对性的做测试 接下来我将介绍FIO这个工具 来如何实现对磁盘做IO测试 FIO是一个开源的主流的Linux磁盘IO测试工具 通常对磁盘的测试主要会关注以下几个指标 分别是LPS 也就是每秒读写IO的操作次数 它评估的是每秒对于磁盘的操作能力 执行次数越多 则说明操作数据越快 另外一个指标就是磁盘的吞吐力 它表示每秒对磁盘的读写数据量 第三个指标就是读写延迟 表示单个IO去写磁盘 做一次磁盘IO操作 它的耗时时长 我们可以使用FIO这个工具 针对这三个指标去进行测试 分别得出结论 在使用FIO之前 建议你尽量选择一台空闲的机器来运行 以免因为FIO对操作系统上的磁盘 频繁的读写导致文件系统损坏 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关于FIO的使用参数相比UNIxpense就更多了 我们会看到这里有很多的参数说明 值得大家重点注意的有 BS这个参数表示快的大小 IOdebs则表示对列的请求深度 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 在请求IO的时候会有多少个并发 如果深度的数值越大 则说明并发请求越多 另外一个参数就是RW 它可以控制对磁盘的读写模式 我们知道磁盘的读写模式 通常分为顺序读 顺序写 随即读写 混合读写 等读写场景 如果你需要指定特定的场景 那么可以通过RW这个参数来设置 那其他的参数呢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并做理解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对于FIO测试的时候 我们所需要针对性的去测试IO指标 如吞吐率 延迟等 就需要我们控制好 FIO的这些设置参数 比如说我们想对延迟做测试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 对列深度调为1 也就是模拟一个对列 去做磁盘的操作 把磁盘块的大小设置为4K 这样的话就能够从单个对列里 去读写磁盘 精准的去测试延迟的指标 而W的参数里可以指定 磁盘读写的类型 如RUN的RW 那就是做随机读写的延迟测试 表示整体的场景 就要这个模式去测试 第二个就是做硬盘的吞吐率测试了 硬盘的吞吐率测试 就是在硬盘上最大的吞吐率带宽 我们要尽可能的把总线带宽 或者IO带宽整个跑满 那怎么做呢 我们把对列的深度调得更大 如这里为32 然后把BS也就是快的大小 调整到一个比较大的数值 128K 这样的话就能够设置最大的能力 去跑满整个磁盘带宽 更加能反映出磁盘的吞吐能力 最后就是LPS的指标测试 关于LPS的话 要做到在单位的时间里面 尽可能的去多读写磁盘 所以我们就需要把BS 这个快的大小能力给它调小 但同时呢 把对列的深度调到最大 这个时候就能在单位的时间里面 去更多的读写操作磁盘 对于这三种性能指标的测试 你都可以参考对应的设置 来得出磁盘对应能力的结论 那最后再来介绍一下 FL的一个案例 主要测试的就是 我本地的SaaS和SATA 及SSD磁盘的性能差异 这里我会拿三台机器 这三台机器呢 只是本地的磁盘类型不同 其他的配置呢 保持一致 通过FL测试后 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测试数据 分别会展示 每一个磁盘的LPS和吞吐能力 我只是测试顺序读写的模式下 可以看到SSD盘的整个 吞吐能力和LPS 会比使用SAT或者SaaS盘 它的能力更高 约高出4倍以上 本课时给你介绍了两款系统性能压测工具 大家可以自己使用一下 那下一个课时呢 我将讲解Jungle ChromeTable和XAdmin 来做一套定时任务管理系统 大家记得按时来听课 谢谢大家